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斌 今天呢,我又回到了家里了啊 现在呢,我要跟我妈去地里面栽这个苹果树了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我家对面啊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路两旁呢,全是苹果地啊 这边也是 这些呢,都是好多年的大苹果树了 我们上去呢 天气也是越来越暖和了 看一下 这是年前他们种的这个豌豆啊,已经长出来了 已经看得见绿色了 到我家地里了 这里呢,全种到苹果树了 前面呢,我们这个地里面全部种到这个葡萄啊 我们把葡萄挖了,就全部给它种成苹果了 糖心苹果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苹果树呢 再过一个多星期吧,应该就可以开花了 这呢,全是花朵啊,花孤朵 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栽 这个地里面以前我们栽了的,它没有活的 没有成活的,现在我们就给它补栽啊 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苹果呢,苹果树的树,树样子呢 都是我们嫁接好的啊 看到没有,这里嫁接的,我们育苗的话不能育苗 这就是嫁接好的,用这个薄膜给它缠住了 栽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取掉 我们这里呢,就是用的那个秋子啊,秋子树 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秋子树的这个树根 然后嫁接这个苹果枝的枝条 比如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每年嘛,这个大的树子都要修枝 修下来的枝我们就拿来嫁接 嫁接好的话就像这样啊,它已经成活了 然后我们就再把它种起来 现在我妈把这些枝给它剪掉啊 剪掉了,我们要上面给它涂一层这个胶 胶,胶还是腰啊,不知道 胶还是腰啊,不知道 防止它的水分流出来 那谁,扑音已经开花了,看蜜蜂还在采花粉 我妈已经期前就把这个 洞给它打好了 今天我们就只是摘就可以了 这里,我妈挖了这么大一个水分出来 地里面,现在我们就开始摘了 这底砍起干了 现在就把它盖起来 现在就把它盖起来 用信用不货的吗? 妈是你爸爸说的 这一颗就摘好了 这一颗就摘好了 现在给它涂点这个 鱼 把它抹在上面 白云下面就是顾婆家 看山上的风景很漂亮呀 白云 最后一颗我们已经摘好了 最后一颗我们已经摘好了 现在给它涂上这个药 我们就去 我们就去 提水了 现在我们就去 提水了 哎呀 这个水 太远了 提过来好累 现在就把它 浇起来 现在我去帮我妈 把它提过来 浇起来 中这个苹果树不容易啊 朋友们 这边都快吸收完了 最后一颗了 浇完就完工 现在我妈要给这个苹果枝 把它树形啊 我们呢还不是很专业啊 所以说有这个种果树比较 厉害的朋友 专家这方面呢 看到我的视频呢 可以多多给我们提点建议啊 我们这些苹果树 要种到种上三年吧 种了三年 第三年它才开始结果啊 所以说前两年的话就是 没有任何收入 但这个地里面呢 我们还可以种一些其他的这些 土豆啊 绿米啊 豌豆啊这些啊 还是可以种的 这个苹果树长大了的话 就不能种了 这个树枝它不能让它 树着朝天长 要斜一点 一年的话它就开始开始结果了 困点个洗地盖 困点粗地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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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地又拉起来了 一直棒的那个地下才 哦对 朋友们给你们看一下 这些苹果树啊 就是十多年了啊 至少有十六七年了那样的 看特别的大 好大一颗一颗的 我们弄完了啊 现在就回家了 感谢大家观看阿B的视频啊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小金县来玩啊 开春了 我们这里的风景呢 会越来越好了啊 山上呢也会慢慢的就变绿了 感谢大家观看 祝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 我们下集见